大家好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歌 歌名叫做我從深處向你呼求 這首歌其實是出自詩篇130篇 分享之前我先唱一首歌一次 我從深處向你呼求 我從深處向你求告 願你聽我的聲音 願你此而 此而 聽我恳求 聽我恳求的聲音 你若酒茶醉也 誰能站住 但在你又 舍面之恩要交人情為你 我等候耶和華 我心等候 我也仰望 但在你又 舍面之恩要交人情為你 我等候耶和華 我心等候 我也仰望 這首歌第一節說到 我從深處向你呼求 其實是說到詩人 不知道遇到什麼困難 可能遇到一些不公義的對待 可能自己面對一些很大的艱難 他從深處向神呼求 他很想神去聽到他的聲音 其實這首歌或詩編是一首哀歌 其實哀歌不是我們所想的 如此悲哀或負面 而是他更加反而去導出 作這首歌的詩人 他與神的關係 他與神的呼求 以及他將他內心的難處 或者他內心的渴求 去告訴神 不是代表神不聽他的聲音 神當然是聽他的聲音 但是他這一刻 可能是遇到一些很大的艱難 他覺得神不聽他 或者他很想神很認真 很聽到他內心的苦放 或者他所遇到的很大的艱難 他說 神啊,則以聽我的懇求 聽我的聲音 再一次地去 很想很想神 你聽聽我說 但是他一直去懇求的時候 他又突然好像 咦?是不是很理性地 阿神啊,你若救賊罪孽 如果你去記錄下 你去看到我的罪孽的時候 誰能夠暫立得住呢? 如果我們知道神是 去救賊 即是看我們計算 和我們計算每一個罪孽的時候 其實誰能夠暫立得住呢? 所以他看到神的卸罪之恩 卸面的恩惠 神卸面我們為著 是要人去敬慰祂 所以詩人說到 我等候耶和華 我的心等候 我仰望你 其實這是一種心情 就是 他一直去等候 他一直去仰望神 其實CPS130篇用一個意象 就是 神啊,我等候你 聖於守夜的等候天 聖於守夜的等候天 我自己做過電訊 做過IT 做過機房 都要守夜的 都要在機房裡面 十五個小時 在晚上守著 其實 一直晚上 我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最擔心就是 晚上有事 斷線 那些機器塌了 然後找不到人幫忙 所以很想很想 快點到日後 但詩人的迫切就是 他很想 他很想 快點來到那個光明 但其實你想一想 其實夜晚雖然很長 但是 黎明總會來到 雖然是長 但是他的盼望不會落空 所以 詩人他最後說 我等候耶和華 我的心等候 我仰望 這首歌只是把 詩篇一百三十篇 的頭的兩段 去說出來 但其實 去到最後 詩人不單止 他自己等候 他亦邀請他的回族 一同的去仰望 神的恩典 所以這首歌 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 當我們有時候 可能覺得 我知道神 你有赦罪之恩 神娘我知道你的恩典在 但是要等到什麼時候 要等到什麼時候 你要我去過這些日子 你要我過艱難的日子 去到什麼時候 神呀求你聽聽聽我的聲音 求你聽聽聽我的苦況 神呀求你讓我能夠 在等候這段時間 可以知道你和我一起等 讓我知道我的等候不是落空 所以都很想送這首歌給大家 我從心處向你構告 葬起來 也和 要和 耀我 忠聲 祝 眾生 住 像 啟酬 散 選 儼 gry 我的声音,愿你责任,责任,听我感求,听我感求你的声音。 你若就差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又,这面只能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 我也仰望,但在你又,这面只能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 我也仰望。 但在你又,这面只能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 我也仰望。 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 我也仰望。 我将这首歌送给大家。